今天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我家楼下停车场 在这里不是要炫耀我多少车位的 而是来告诉大家 当你决定要买一个车位的时候 什么车位该买 什么车位不该买 会有什么坑呢 我们一个车位去看 哇 你看一下这个车位够不过分 所以说有时候买车位 销售主要让你看一下图纸 让你在上面选一个车位 那是最惨的 一定要看一下现场 如果你买一个车位遇到这一种情况 你停车进去发现 隔壁有一个这么大的那种水管 有什么电箱 会挡住你开门 那就很麻烦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要躲开这种东西 还有一种车位是很坑又很隐秘的 就现在这一种 你看这个车位看起来多好 又大又宽又平整是吧 看进去两边没有阻碍 最惨我这个凯美月跟他一起抢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车主万万没想到 下面竟然是一个井 因为这个井呢污水处理的 平时有一些臭味 那时候OK啊 物馆说给你铺一个胶 挡住这些臭味不就没事吗 然后我发现污水有时候它排不及时啊 污水就在上面慢慢冒上来 就搞得你看 它地下都会这样 脏了一层有些脏的污渍 藏在这里的 就长久都处理不了的 有时候一些污水呢 会泡住整个地方的 没清理干净 所以这种车位遇到有这种什么井啊 这种通风的这些东西绝对尽量的避开它 后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很完美的车位 又宽又大又独立 而且甚至从这边过来呢 可以一头扎进这里啊 连车都不用到很方便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车位 是在一个主杠道的这个中间位置啊 这广东人的胯里面这个叫做什么 终以来也 你想一下一个下雨天 这个湿滑路面遇到一个初心的司机 然后你看这平时这个轮胎的硬都压到这里 如果你车停到不那么好 谁湿滑一点的 踩刹车重一点的 一下子就怼到你的车上面 你的车很可能就会这样被磕碰到 所以尽量避免这种呢 放在这种转弯位置啊 三叉路口位置的一些车位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车位呢 第一点肯定是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近嘛 比如后面 电梯间就在后面了 然后越靠近电梯间是不是越好呢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我觉得比较好就好像这一个 就奥特赛那一个 直接可以顺着走上去 连转身都不用的 顺着开门就可以走上车了 而且呢 车位的宽度又比较够哦 停完车还有位置可以再放一些 什么电动车之内的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走道呢 主驾驶开门完全不受影响 可以把这个门完全打开 怎么上车都可以啊 而且这个车位的特别好玩 我看着他的 从上一代奥德赛 看爱立胜 爱立胜再看捆动奥德赛 就一辈子都离不开本田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占这个车位值多少钱吗 40万 但是如果你愿意多走几步的话呢 那个车位可能只要35 32万 30万以下都能搞定 但是这个车位还是很抢手 很多人买 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靠近电梯间 你回家更加快 所以很快就卖完这排车位 但是你这样看 以为这个车 这个车位挺好大 又大了平整 又靠近电梯间 但是当这一排 整一排车位全部停满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就是停满之后 你发现它没有预留一个独立的通道 让你去走进那个电梯间 所以很可能 你拿着很多菜 推荐硬药车的时候 只能这样GGGGG 又不是 装到有车怎么办 就有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买这种靠近电梯间的车位 不一定好的 一定要想清楚 有没有预留独立的位置 这样大家去通过 那种才较好 子补车位 大家见得多 但是三胞胎车位 有没有见过呢 来看一下我小区的三胞胎车位 这里一个入口 后面一个车位 这里再有一个 哇 你想一下 如果要开这一台车 先要挪前面两台车才能开出去 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 什么三胞胎这种粘体的车位的 用起来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 起码兜里怎么要穿着 两个车三个车的钥匙 它的罗兰罗去用 比较麻烦 除非你是 什么有一个跑车的 就藏在里面不怎么开的 也不想人家去碰得到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这样去考虑的 或者像我这样 就算你车多嘛 一裤只能买个车位 就买一个再租一个嘛 其实这种 现在新的楼盘 这个车位比例这么高的 租一个车位也不贵 好像这里 我这个楼盘 车位卖到30多万一个 但是我现在再租一个车位 才400块一个月好不好 管理费都包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植母车位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 走了一圈 我才发现我家小区车位的垮点 真正的极品好车位 应该是后面这一个 你看两边柱子这么宽 然后中间只有一个车位 离电梯间就两步这么近 你看那里有电梯间了 然后停在这里 离隔壁的车这么远 隔壁还有一个线位器 因为这边怎么怼进去 都没有影响 这个区域就是你的 而且最关键我发现 后面 这竟然 竟然还有一个水龙头 水龙头这里 我以为只是一个装饰的 你看 它真的可以出水了 你看够不过分 还可以自己洗车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没发现 要是我发现 我绝对会选这个车位 最后这个车位真的看到我都出水了 其实买车位有很多开心的事的 不过你也分享出来 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